盘点当众下跪的明星2 四川大地震时 刘德华也是立刻为四川筹款 并在筹款中下跪感谢 诸如那句话一样 一年一偶像 百年 刘德华 王宝强还没名气的时候 第一次碰到刘德华是这样的 刘德华也几乎同一时间跪下了 这就是刘德华为什么能火这么多年的原因 王宝强在碰到当年的恩师时是这样的 我觉得他是以我最实际行动 来感谢各位导演和恩师 王宝强这一跪 也看出了他的人品和修养 董卿在主持的节目中 来了一位96岁的嘉宾 他是这样与嘉宾对话的 徐老先生从事翻译要超过60年了吧 70年的 70年了从事翻译里 东卿这一跪被夸赞是 周华最美的一跪 宋倩在一次活动中想和粉丝合影 为了不挡住粉丝 因为穿裙子不方便 所以他选择了跪下 有挡到他们了吗 有挡到他们了吗 我觉得今天穿的这个服装 就 啊 oh my god 来 123 来 有请我们的女神 请起身 这样的idol 能不被大家 色喜爱吗 对不起